华盛顿特区当地时间21号晚间10点多 惊传了车辆突然朝路人开枪扫射 造成了8个人重弹送医 目击者就说了 一辆黑色轿车内有一名或多名枪手 在开过了东南的乐邦大街时 随机向民众来开枪 造成了7个人受伤 而当警察赶赴现场时 东南二街 东南二号街又传出了枪响 而且发现了一名12岁的女孩下肢重弹 幸好8名伤手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认为两起枪击案的地点 其实非常接近 应该是同量轿车内的枪手犯案 也呼吁知情的民众踊跃提供相关线索 正在详细的调查厘清